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318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牛露露 今天露露要跟大家聊聊那些有趣的乌龙事件 首先来说说最近的大新闻 AK之父卡拉什尼科夫的棺材板该怎么按的问题 前不久在莫斯科竖起的前苏联传奇枪械设计师 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雕像上 搞出了一个大新闻 旁边一块浮雕上面竟然误用了二战纳粹德国研制的 自动卡冰枪枪械分解图 面对这个第一级错误 雕塑家萨拉瓦谢彻巴克佛可是尴尬完分 立刻表示将会把上拆除雕刻有德国武器的这部分雕塑 话说当年卡拉什尼科夫正是受到了德国突击步枪的启发 才研制成功AK47 而其抄袭德国设计的段子至今还在各国军迷当中流传开来 而卡拉什尼科夫本人则对抄袭一说总是非常愤怒 现在他的纪念碑上居然有德国突击步枪的图案 这棺材板怎么会按得住呢 而同样中国版的AK47步枪却热销海外 在美国甚至被卖出别墅甲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五六十冲锋枪 看看阳明海外续写传奇的中国版AK47为何经久不衰 而一提起俄罗斯总会给人们留下粗野强悍的影响 其实要说起因粗心而搞出来的大乌龙新闻 彪悍的俄罗斯人简直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前几年俄罗斯胜利日里的一幅宣传画 就愣是把中国坚实战绩给印上去了 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嘲笑 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没想到北极熊粗心的毛病依旧不见当眼 在此之后的又一个胜利日 宣传画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大错误 宣传画中主角苏军士兵 竟然是用关岛的二战美军士兵肖像劈上去的 话说你们这么粗心 真的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军演中尴尬的乌龙事件也是层出不穷 在2010年的一次军演中 俄罗斯的一辆T-72坦克车长 在黑夜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以致搞错了射击的角度 把后方演习的检阅台当成了楼房的标靶 一发125毫米的炮弹呼啸而去 郑重检阅台 非常不幸的是检阅台上10名视察演习和评估效果的军官 当场被自家的炮弹夺取了宝贵的生命 而说到军演中的乌龙事件 对面的弯弯则痴痴的忘了碌碌一眼 人家可是身经百战了 哪种奇葩的事件没有经历过 有最惊险汉光19号演习 眼镜蛇失速 差点摔进当时各路高官的参观台 有最可笑的代号长龙大规模演习 两支部队在大街上相遇 然后隔街对骂 一个排长还差点把指挥演习的一名中将军团司令 保揍了一顿等等 实在太多了 露露就不一一吐槽了 这种乌龙事件也只有在弯弯那里会出现 俗话说的好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一直对我们提防的美军同样也是乌龙事件不断 据传美国总统里根就曾收到一份秘密报告 在中国福建省西南部的6000平方公里范围内 有数千座不明装置 呈巨型蘑菇状 与核导弹发射井极为相似 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大的无法想象的核基地 这一报告使得总统大为惊讶 于是派情报人员贝克以摄影家的身份 潜入永定乡村进行实地拍照 才发现漫山遍野的核基地 只不过是普通的客家土楼 还有一个段子 网上流传出了美国军用卫星上显示 每年9月左右 中国境内有上百万神秘部队 在各大城市集结 半个月后神秘消失 后来美国投入上亿美元军费进行战略研究 最后得出结论 开学军训 不过要说起史上最大乌龙事件 三哥则在旁边羞涩地着了着手 2013年 击落级潜艇的一名艇员 在停泊状态下操作不当 导致击落级潜艇的两颗潜射反舰导弹 误发射 一颗炸在了自己的码头上 另一个不幸地击中了自己的 辛度拉克沙克号潜艇 这一次失误 也让印度这个艇员 直接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 第一个用潜射导弹击沉战舰 第一个用潜射导弹击沉潜艇 第一个被潜射导弹击沉的军舰 第一个被潜射导弹击沉的潜艇 用一颗导弹就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的世界记录 至今没有任何的国家 有勇气敢于超越 乌龙事件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 民族 整体做事严谨的性格 所以要是放在平时 大家搞搞乌龙事件 也就仅供娱乐了 如果真正发生战争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简直就是残酷无比的噩梦啊 所以说乌龙虽好笑 开拔需谨慎啊 节目最后可建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浏览新闻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除获得两元佣金 好友的每次阅读将送您20金币 好友越多 金币收益越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